啊 今天是您三周年的忌日 三年 清晨終於答應了 要和我一起給你掃墓了 兒子挺幸福的 您在下面放心 您是醫生少 我是葉百川 這位是趙家長房孫女 趙英王 咱们之前见过面 不知道你是否能记得我 是这样的 最近趙家趙老爷子身体抱怨 听说请了无数高人能胜 但是都没有什么作用 您曾经说过 谁能让苏家上位 就能换您出手一次 这一次 趙家召集了江城上下百余世家 定能让苏家成功起身江城世家之列 希望能换您出手一次 为其解除并恶 行 既然赵家这么有诚意 不负负 多谢林圣少 您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林圣少 江城赵家 赵燕然 见过林圣少 这块玉佛 这块玉佛是我们赵家寻得千年寒玉 与得到高僧所调 可谓林圣少之母增福 还望林圣少收下 嗯 有心了 我林凡绝不失信日 等我祭拜完母亲 接回去 百川替赵家上下 谢过林圣少 黎严然 借过林圣少 黎严然 借过林圣少 妈 等这次苏家和赵家完成合作 我就和青城提升孩子的事 明年 带着你孙子来看 孙子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 没烦 这是什么机 赶紧签了吧 我们赶紧签 离婚协议 什么意思 你装什么傻 就在刚刚 苏氏集团已经拿到了赵家慈善晚宴的邀请函 知道这就是什么吗 从现在开始 苏总已经是上流热士 你觉得你还配合我们苏总在一起吗 这是你的意思 二次 这有什么区别吗 离婚 你也不清楚自己 你和苏总结婚三年 你白吃了我们苏总三年软饭 这已经是你上辈子用来的粉 即便是离婚 你也只占便宜不吃亏 我知道 苏家这三年要是没有我的关照 你的关照 黄哥 你说的没错 这底层的人啊 就是不知道自知之明四个字怎么写的 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叫王文斌 是江城王室的长房长孙 也是清晨未来的 我这个人呢 说话做事非常的直接 就不浪费大家之间的时间了 这卡里呢 有五百万 就当作清晨给你的精神损失费 干净利落的把那个离婚协议签了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五百万 王少为了欣赏你 这个离婚的事 得让苏青春 你们没资格插手 林凡 你别给脸不要脸 王少对你坑坑提提的 是跟你台阶下的 你给我你给脸不要脸 王八蛋 林凡 何必这样执着呢 我们结婚三年 我对对你的家人更是无微不助的照顾 现在和我说你要和我离婚 做这些有什么 你难道还不明白 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而不是一个指定的乱习 难道 我不是可以依靠的肩膀 这三年要不是有我的帮助 你们苏家会有现在的发展吗 你的帮助 你做什么呢 三年来 苏氏能有今天的成就 是我没日没夜奔奔换祭 现在我已经得到了赵氏的邀请 这些都是我 苏青春 就因为你得到赵家的邀请 就觉得高人不可 还是说 你早就想把我这个上门女婿踢出家门了 我已经给了你三年 这些年来一段 什么 不只 一个大男人 每天只知道写去的 你觉得我们还帮忙 我结婚三年 你才发现我 这不重要 我不想再废话了 只要你掀了他 我可以给你不够的赔偿 我说我 接着在你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 你赚钱把脑子赚傻了吗 连婚姻和感情都不如交易 你可能无法理解 在我眼里 我已经 和生理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就是你的理由 这不是理 是现实 人和人之间终究是有差距 这一点我早就看清了 而你还活在自己的世界 就什么 别时间不早了 我再不做的话 下一个几日感觉 我明白 再跟我一遍认识 明白 这三年 如果你的胜功能 发生一点 胜心 看来确实是你受益他的 这三年我对你的付出和保护 在你眼里就那么一位运势 需要我注 好 好四季长 今天你要和我的 日后你可千万 没了我 苏氏不仅不会亲腰之伤 反而会坠 你 是吗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苏家会几个别人 小姐 吃 来 这是我母亲的目的 从现在开始你没资格站在这 你别不知好歹 算了 林欢对他来讲 你事实相害很难接受 说点很坏也是正常 没有 我真的错了 苏总 抛开事实不谈 就算你有错 难道林凡他那个废物就没有错吗 更何况 被狮子保护过的人 怎么可能看上他那样的丧家之权 你们两个 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怎么会给你 你交代给我的事我已经做到了 帮苏家扶上证 我们交赛 嗯 妈你怎么了 一款协议书你签了 签了 算你还有点 我姐他美丽善良 可爱大方 就这样子 根本就配不上 就是 林凡 你这个废物 白白吃了我女儿三年的软饭也就算了 现在离婚了 你还敢要钱 赶紧把钱给我交出来 交出来了你就可以滚蛋了 什么钱 装 继续给我装 你别以为老娘我不知道 为了让你签字 王少给了你 你说那双卡 烧 烧了 你哄到鬼呢 那五百万 可是日后 王少给清城的彩礼钱 那钱 那也就是我的钱 你一分钱都别想拿走 我听说这里的木 你只要一百多万 你一个穷鬼 哪来的钱 该不会是又骗我女儿吧 这该死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把你妈的骨灰扬了 你听不懂吗 我忘了 我忘了你这个废物 哪有这胆量 没关系 我帮你 今天 我只要把你那死鬼老妈忘出来 错过杨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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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人 哎 你敢打我 为老不尊的东西 你不是小小姐 我给你一发整一百万够不够 要不是看在三年朝夕相处的份上 今天就把你埋下去 你个废物 你只敢敢偷我 我打你都是青老 滚 与凡 你给老娘等着 你要一定让你付出患痛的代价的 你给我等着 你和你死为老妈 你给我等着 妈 孩子不孝 没保护好你 不过你放心 今日之中 并让孙家上下跪在你面前之后 妈 这个我脑费居然真的敢打你 我都翻的天了 这件事绝对就不能这样算了 当然不会这么算了 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道歉 我要让他跟以前一样 在我面前是一条狗 我 王师 邀请韩文师 谢谢你 我什么时候 哎呀 清晨啊 一句话的事而已 不用帮你介绍了 林凡 但凡你有王文彬的半分伤心 我们或许也不会走到这一路 要不 今天晚上去我边 我们好好的样子啊 自伤万一的手 不是吗 女儿啊 你可要给我自主啊 林凡那个畜生把我给打了 林凡打你 怎么可能都不是那样的来的 清晨 你看看 妈能骗你不成啊 刚刚我们遇到林凡了 妈就劝他了几句 可是那个狗都遇见到我帮他 爷爷 他不给我牵手的机会 你帮我打成这样 女儿一定要帮忙做主啊 好了 慢 你先别着急 这事在我做 听说 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算的话 之后 岂不是什么阿摩阿狗的 从罗塞到老家头上拉屎了 明天不认� 一下 两个人 我坐在那里 本来这件事呢 我不应该操作 但是你不管怎么说打人就不对了 就算是阿姨一时誓言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那就不能好 可是 再怎么说 那也是她的岳母 是她的长辈 你俩才刚离婚 她就把阿姨打成内容 这件事就可以看出 林凡的本质特别的恶劣 我原本以为 林凡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是他本性 现在看来啊 是我看错 想来啊 这三年他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 都是为了吃点饭 就都不装出来 就是 你劝劝阿姨 这事要不就是算了 这苏氏啊 这纯事也得上升起 你看 你们为了这点小事 就招惹林凡这种风气吧 Dunk 我妈是不是你的 林凡 我妈是不是你的 林凡 結婚三年你裝模作樣了三年 我今天還真是見識了你的嗎 你還真是個好男人敢做敢當是嗎 蘇清成你就不打算問問 為什麼要動手 動手打人就是你都不對 會在我媽的面前祈求他的原料 否則 蘇清成 我是不是不按照你蘇索的要求 跪在你媽面前認錯 你就要讓你的王大授 還是說 你要拿你手頭照下的邀請 還幫我直接 你能做 我就不能說嗎 你蘇總有什麼招你儘管使命 我流行使命 你哪 你就是要 你跟林凡表情面 他卻這麼瞞不講你 實在是他 要不要把這件事交給我住 不用了 這是我們兩個之間的事 自己可以解決 那要不 咱們去一? 我隨便 在路 好你個搞東西 原來你早就有小三了 怪不得你敢跟老娘動手 你不是會打人嗎 來來來 你把老娘竟然不打算 就是我給我活蛋 趕快來看呢 這個渣男軟飯男 入手就給你找到 他就一个守护父亲之类的老人弄手 你们是什么人 想要干什么 林先生这样的人物 未经允许 谁也不能杀人 哟哟哟 还林先生呢 你个贱货 你该不会 把他当成什么大人物吧 我告诉你 他就是我们家的一条狗 你别多管闲事 不好意思 林先生是我的贵 谁敢跟他过去 就是跟他过去 大家别看了 快走 快走快走 你恐怕不知道老娘是什么人吧 老娘的女儿是苏氏集团总裁苏清成 多多久 江城就要走三走 劝你 不要惹老娘 苏氏集团 怎么 害怕了 我劝你 跟这个废物一起跪下道歉 跪下道歉 不凭你 林先生 那边恐怕又让你进去去 我今天搭着 这边请 不能走 丁凡 你这个狗渣男 不止出轨 还找这样一个目中无人的小三 今天 你俩要是不给我们跪下道歉 这件事都没完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你把我 你这个狗东西 哎呀 再敢出轨 就让你连说话机会都没 赶紧滚 我们走吧 林先生 这个请 清诚呀 你终于来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跟林二被林凡打成什么样了呀 他刚刚还带着他那个偷窥对象 还带着药物扬威 简直是恬不知耻啊 妈 师兄我知道 不会解决 所以解决 我和妈还是为了替你讨药公道 才被那个姓林的打成这样 我和那个姓林的 现在就跪在我们两个面前 再把那扣分 什么分 你们到底做什么了 我不就是想让林凡 把他妈那个坟给你赔偿做青春损失费吗 你们把林凡母亲的那口坟怎么了 怎么了 老娘不过是把她的墓碑给砸了 老娘养好伤 一定把她的骨灰给她养了 你们 我们什么我们 不就是这口坟吗 哼 她要是不值得上百万 穿上那口坟 来 训练 王寿 清诚心肠比较软 一定要帮我好好劝劝她 一定不要给那个林凡手软 这件事您本来就是 别说你把那个墓碑给砸 就是算是把那个坟给淘了 那个姓林的也不应该打人 你这件事 知道吗 一定是人讨的功能 太好了王上 还是你关心我们母女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 我姐怎么会看上那样的不过脑费 还得是王上 这样有身份有地位 这样的社会精英啊 听得上我姐呢 没错 那白眼狼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博清成的同情 你可千万不要上了 他的奸计啊 您放心 我一定让他明白 人与人之间 林先生 就是这里 谁让你进来的 这不是那个三线女母打明星吗 虽然也是赵家的人 思路 不得无理 林先生说我请过来帮爷爷看病的 其实也有病 他健康得很 赵一然 你想要失去小风了 这已经是你这个月第几次带医生来 结果呢 使用吗 林先生就不管他是谁 赵一然让我警告了 现在是爷爷的午休时间 请你们不要打扰他 这种一看就是小白脸的货色 也敢来赵家坑门粉片 我不管你是真医生还是假医生 请你先那步 不要在这里来 晚安 晚再走 哎 思路 燕然 也是担心我们的身体 也是一片好心 不管他带着这个年轻人有没有本事 也会他客气 不能动手 爷爷 您就是太仁慈了 所以家族里的这些人才一个个上吞下跳的 年轻人 不好意思 燕然 可能把事情没有跟你说清楚 做起关系 但我们的世家 来人 准备 100万的资金 爷爷 您先生是我拖了不少关系的情况来的 我们就让他准备办办 爷爷 够了 我要午休了 带着这位医生离开吧 这是最后一次 小白脸 看什么看 爷爷让你让你听不懂吗 赵老赵燕然小姐说的没错 你不但有病 而且你往上进去 甭怕蛋 你敢阻证我爷爷 不过你虽然快死了 赵燕然这就是你带来的医生吗 被划众驱冲 谁能搁众他出来啊 林先生今天这样说了 我相信他 相信他一个小白脸 赵燕然 我看人想要全力想封 小子 持续的话 赶紧跟脱脱的线 我不会做 我不会做 你确定你要做 我不需要看报告 也不需要把烂 我就能确信 你见到男人的时候 会下意识的后退半步 哪怕移植气势 也不敢支持我的一步 说话声音大 却后期不足 这明显是干剩两回心肝领虚 简单的说 年轻人 看来我是错怪你了 方才 多有得罪 我说过 我答应了赵小姐 你中了一种毒性 这种毒虽然不激励 但如同水中的墨汁一般能引起 并且 会伴随着你的血液循环 慢营循环 最终倒退死 尽管你现在用了一些 减缓血液循环 但这是治疗 不输半个月 那就是 看来 你是高级 很请您出手 救予循环 不管输出什么样的代价 赵家都能输出 我说过 赵小姐已经按照不规矩 每个人都不错 你的规矩 难道 你是胜手 江城的离胜手啊 我是不是 是 好 好 我现在就给你准备 我我们医院什么都有的 不需要 我过了 你在做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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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你 你 把人 你 帅 帅 帅 恭送林盛少 赵小姐 你们赵家的家事 我本来不应该多嘴 但是 医者后耳心 我还是想提醒你 给赵老爷子下咒的人 可能是他身边 因为这种三脚帽的咒术 必须连下三点 林盛少 多谢提醒 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以后有用的找我们赵家的地方 不要您一句话 我们赵家地然全美 我们赵家呢 在江城还是有些能量的 手持黑黄卡的人 就是我们赵家最尊贵的客人 我知道这张卡 没有办法抵消林盛少恩情的万分之一 但还请林盛少给个面子收下 说不定 医者有用的找得点 我出手救人 你给苏氏一个上升的机会 这是规矩 我们两千 这东西我不能说 爷爷的身体 还需要再麻烦林盛少金 所以 您是不要来负责 就当是给我们赵家一个机会 还有 今天的慈善晚会 我想请你做我的午饭 您愿意吗 什么 是这样的 今晚的慈善晚会十分重要 按照惯例呢 这种场合都是爷爷做我的午饭 可是他现在的身体 你也知道 下周的人今天晚上也可能会去 所以 算了 我又不会跳舞 怎么 您是担心 你的老婆会吃醋 吃醋 应该不会有人为我吃醋吧 那不就行了 你做我的午饭 就是陪我和客人聊聊天说的话就行了 很简单的 我不喜欢那种地方 你还是另请报名吧 我也想随便找一个男伴陪我 可是如果我开口了 那些人都会误会的 还是说 你也会 没错 我也不误会 其实还是算 那要不然 我牺牲一下 你摸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 不是说好了我去接你吗 王上 你已经帮我们苏氏很多了 今晚的事 不想再麻烦你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赵家也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启程啊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赵家一直合同罢了 只要我开口啊 肯定马到成功 那就出现了 果然 这就是经历的普通人的阶级事 林凡 你恐怕连慈善晚会和赵家合同意义是什么 你理解他 走 你看林凡那个废物怎么会在这 林凡 你来这里干什么 苏氏集团苏 有事吗 怎么 我们之间连打个招呼都不行 不可以啊 哎 时至今日 你我时间还有什么 苏总还有别的事 没事的或者是客气 林凡 我知道离婚的事你还反正在行 那你作为一个男人就不能道理了 在这件事上对你已经够好了 什么态度 就是 我们苏总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就这样了你还来这闹事 我来闹事 你们也太自作多情 你不就是来闹事的吗 知道今天苏总来参加慈善晚会 所以你故意制造偶遇 试图把回苏总 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我们苏总呀不会因为你这么一点小心思 就回心转意了 不好意思 我对你们苏总还是没有伺候的事 还有 苏总也不配让我制造偶遇 至于木墙 一个下三流的王子就配造偶遇 我是来受邀参加慈善晚会 我是受邀来参加慈善晚会 没空和你们这儿废人 是你参加慈善晚会 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 你就得去 我来参加慈善晚会这么多次了 我第一次见有人读小门见了 哎 那家伙该不会是来应替服务员了吧 苏总 我们都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当上楼根本没有招聘过服务员 招聘的呀是机械工 这个废物就是来扫厕所呢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吗 我今天答应肯定会来的 你怎么能来这里的 你不知道这里是赵家慈善晚会的赌场 你貌人的进来是我宠宠大货的 你要为了一点好意义的之心 我今处进来反正有关系 我是为了你好 我好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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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悉悉 Hoo Gobierno 这是 那介绍一下 这事 你好 我是林凡 谢谢 董事长 朋友 这么亲爱 你什么朋友 很 结婚三年 我怎么不知道 没有很难 还是说 你在婚姻存绪期间 就已经出门了 难怪你倒是什么 我们都第一时间和我一点 晓晓 给你介绍几个商业上的朋友 给你认识 林凡 你知道贸然场入晚会现场 是什么后果 我进不进来和你有关 美女 你也是被这个姓林子给骗了吗 以为她能够进入现场 出了什么大人物 她呀 就是江上楼请来的宝贝 她这种人啊 根本就不配出现在这 李凡 没想到你还是优秀的清洁工 我更喜欢你了 不是美女 你是没听懂我说的话吗 她就是个宝贤 不得扫地擦桌子 甚至扫厕所的下 让她跟在你身边 是吗 在我看来工作无贵贱 行业无尊卑 我说对吗 党资高的人 紫王国权 这位女士啊 这种给底层人洗脑的话 你也信啊 社会很现实啊 阶层是贯穿每个人一生的东西 这种底层的人啊 一辈子你反而不是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办法骗我 但是如果你跟她在一起 你一辈子都不可休 是吗 那难道跟在你身边 是有信息可以吗 没错 你曾明就还在追求她的前期 现在 在我面前刷子在 怎么 碗里的还没有吃到 就盯着锅里了 你这样子叫做骗不支持 你知道吗 说起来呢 我还要感谢孙子 你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你选择离婚 我哪来的机会 能认识到离婚 这么好男人 好男人 你怕是对好男人 有什么误解吧 你这么男人 如果连上进两个字 都不知道怎么 那她跟好这个字 永远不会有任何关系 上进 你和林凡结婚三年 你就这么不懂她呀 上进这两个字 对林凡而言 就是虚误 或者说 你觉得你身边 这个花花公子 王父子弟 对你还言 虚误上进 林凡只不过是个家庭主公 王少可是王家大少 而且跟四大豪门的 赵家关系很好 他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我们苏氏集团 就有资格来参加 赵氏的慈善晚会 这样的男人 依旧每天为事业 和家庭拼命 力求上进 而一事无成的林凡 只是提及上进二字 就是对他的羞辱 实现这是笑话 王少的一句话 就能让苏氏集团 得到慈善晚会的资格 不把你说 就凭我王家和赵家的关系 你别说是一个慈善晚宴的资格 就算和赵家的合同 哇 你好厉害呀 小事 林凡啊 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 这意味着我这辈子的起点 都是你八辈子 奋斗不到的 苏星成 你真觉得这次机会 是他给你 我告诉你 没用 你人尽了你资格 你吃软饭的废物 你给赵家洗厕所 赵家都觉得丢脸 林凡 你也不撒胖叫照着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嘴 就你这样 好想想王少的过来 真是活得不耐烦 你们要这样抢 那我无话不说 不过我好心奉献一句 这年度骗子 苏总 还是长点心仰 别到时候让人骗子 苏 够了你们的 我不要太狂了 我知道你是嫉妒王少的容赖 所以在这里不走 季 孤兴成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么不堪一点 何取之处都没有你 别跟这种人生气 哎 气化在身子就不好了 哎呀 其实这事 怪我 林凡总以为 你们离婚都是因为有我的存在 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都是因为他 你们三年的婚姻 才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你们想法的差异啊 其实啊 你们早就不在于 附近 哎呀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林凡啊 你看看王少 再看看你 这就是你们之间最大的差异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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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我承认 我不如他这样的恬不知耻 争着大眼说瞎话 这无药可救 你要这样想 那我也没错 希望接下来变回 你的王上 能帮人帮忙 我的恬不知耻 你 尽 女人 苏总 这个女人 简直就是 兄大文防的典型 封明长还还可以 但是智商却不得一心 居然能看上林凡这个废 这个女人看气质并非是我们 看上了 哎呀恋爱恼的女人总是不可理论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啊就明白自己的选择有多么 哎呀这种名媛啊到处都是 刷个信卡买几十好衣服 真是 别忘了 关上我们到处之了 今天晚上我们去看 我们老师有给我们他们的 合讨员 啊 我是在这的 都是我的熟人 一会我给你认识一下 李盛 这个是华中最大的茶商给爷爷专供的极品无锦 對 對了 剛剛在外面 有一句話我可沒有亂說 我是真的很感謝蘇星成 如果沒有他的話 像你這樣的極品男人 怎麼可能會在市場上如此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但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畢竟我的問題分開了 既然這樣的話 糾結於過去 對雙方都不好 林凡 你說的這些話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 你現在是真真正正的擔心了 如果我有想法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追求你 好了我的好男人 你就在這好好休息吧 我先去準備一下 記住了 你今晚 就能說 我不能說 你我都不說 你力氣真好 我聽說 今天有理解就是 你就是業者的 也嚴然 最關鍵的是呢 這位趙女士啊 邀請了一位神力的大 在場很多的名稱 都是因为这个大人才来的 这位大人物的身份 赵英文还是什么 据说这个大人物呢 他不仅全是无数财富也无数 哎呀 这个江城啊 上流的人物啊 都把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 所有人都要遵守 据说今天的晚会呢 也是这位大人物一句话的决心 要不然 赵家一年一度的这个传统 那岂不是我们今天这次来 也是成了这位大人物的情 这个大人物呢 举办这个宴会的原因呢 就是为了他的红颜知己 得到一个机会 简单的来说呢 这个慈善晚会呢 就是为了这个红颜知己大台 王上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 能认识这位神秘的大人物 是啊王上 这种连赵家都追捧的神秘大人物 如果和我们苏家认识了 肯定可以再上一层楼的 林伯母 毕竟呢 这是赵家的经常 只要我爸计划 一个赵家会卖成面子 给我们一个机会的 是啊苏总 要不说还得是王上呢 王上 如果这次 你帮了我们苏氏的忙 那以后 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了 我们苏总 一向都是真不报吧 好说好说 小事而已 以我们王家的面子呢 没准这个大人物会亲自出来迎接我 好 对着 在认识那个大人物之前呢 我带你四处打把招呼 哎呀 这可都是上楼社会的大人物 哎 这个地方啊 底层人可会进来的 我们出门是不是没看皇帝 怎么走到哪都没遇到这个王八蛋 孙琳呢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 不仅一无是处 胆子还很大 你知道这个位置是谁的吗 你知道坐在这什么后果 我爱坐哪坐哪你管不住 你要是坐在其他的地方 我才懒得管你啊 但这是赵家的专属位置 你个下等人坐在这 就是打我们的你 没错 赶紧过来跟老娘跪下 我要是拒绝 拒绝 那你就是死路一条 我死了你不是应该开心吗 丁凡 你虽然不知道王少去干嘛 但我对他很了解 他这个人眼里容不得办理沙子 而且说到做到 念及我们以前的旧情 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 三年的丈夫你是一点都不了解 我看你对那个王大少 你俩真是不是夫妻生 丁凡 我和王少就是普通 能不能不要用你的小度机场 来泄斗你的游戏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 这个就是混进来那个臭宝间 让你嘴硬 之下想走我走不了 王少 这是你说的 你真是事 没错 他就是江上楼那个臭宝间 怎么可能有机会参加这个慈善委会 要我猜啊 他不简简是混吃混喝那么简单 肯定还有其他的 赵队长 要是出了事 这位先生 能否麻烦你出示一下慈善晚会的邀请 我没邀请 丁凡 现在不嘴硬了 哎 我在混进来了拖出去 你确定要请我出去 你不过就是江上楼的一条 随随便便把赵家的贵客请出去 后头就存在一起 赵家贵客 丁凡啊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还抄家的贵客 今天贵客只有一位 就是江城了神秘的大人物 你会告诉我 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神秘大人物吧 小子 装的还挺像的嘛 就你这样的 如果是什么超级大人物 我跪下来跟你道歉 是吗 那你现在可以去 哎呀 秋成秋成 你得管这个胡家虎卫的小人物了 哎我听说啊 今天赵家会专门隆重的介绍这个神秘的大人 我们到这边 不可行动之类 欢迎诸位 厉临赵家的慈善晚会 也许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 今晚赵家邀请了一位重要来宾 请大家 洗鼓掌 哈 搞的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巨光能造错人了 你还真好意思站上去啊 就是 这以为自己是神秘嘉宾呢 叫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苏总的前夫 别拉着我们一起决人现眼 快下来 赵家大小姐找你当舞伴 你真不知道赵家在江城 是什么样的低运 这样的身份啊 多少达官显贵家的公子 想要找赵家大小姐当舞伴 顺得上你 你是在报复我吗 我还以为这家伙是什么大人物 原来是赵小姐的男伴 我还听说了 赵小姐为了避免一些追求者的误会 所以在每次慈善晚会上 都会随机挑选一个男伴 并且呢 最后还要给对方一笔钱 不会付赏费呢 这家伙看着也不像是个大人物啊 不会是赵小姐路上拉来顶班的服务员吧 哎呀 我还以为有什么本事呢 果然啊 咸鱼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林凡 我以为你只是个废物 现在看来 连家人自私都没有 你这和吃晚饭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 难道不比一个只会吹牛的玩客子 自己想 有人来找苏星庚导寨的 就在江上罗门口 抱歉啊 我约到谁出去一下 好 我等你 林凡 或许真的是我错了 当初就算塞也应该硬塞给你 这样的话 你也不至于人乐到吃晚饭的地方 就算是 我 忘了 你 是我 你 诶 你们 你 你 你說個數 我幫阿姨啊把貸款給墊上 等你有錢了再給我啊 金卡 這可是個人資產過億的證明啊 多謝王少 我贏了 哎巨少我們是朋友嗎 拿點小錢給你應急 這都不算什麼事啊 那就是啊巨總 你看王少對你這麼好 連阿姨借了多少錢他都沒問 就想借出東西 這故意證明他的真心啊 不像某些人啊 出現這種狀況 連問都不敢問 結論別嚇得太早 有些事情不是表面的太早 哈哈 你就是 黃森的女兒 蘇氏集團的千金 是我 是你就像 我自我介紹 雷小燈以後叫我刀鬼 從今天往好 這就是你 不認識你 拒絕 這點薄面都不願意 我說你媽那個賤人沒有告訴你 她欠了我多少錢 一千五百萬 我媽不是只借了一千萬嗎 是 你媽的確只借了一千萬 但這是民間貸款 利息很有意思吧 蘇青長妹妹 我打第一眼看見你 我就決定掌息了 因為我對你一件更強 不過 看在你這麼漂亮的份上 你賠我三個月 只要賠完我這三個月 那一千五百萬和那額外的利息 全給你抵銷了 而且還對你有好多 只要三個月內 你必須隨叫隨造 沒問題 拒絕 給我三天的時間 我湊齊一千五百萬給你送你去 蘇青長 你真以為我是來跟你講條件的 你不陪我睡 行 我也不是那種不講道理的人 半個月 只要你把一千五百萬送到我面前 咱們這事算了 要不然 我保你蘇氏集團不得安寧 曹阿姨借的錢 你去找他要玩 你找我們蘇氏集團做什麼 你們分明就是不講道理 臭婊子 輪到你說話沒有 你以為你倆個送 小哥 臉貪 過分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這事就算鬧到結 那也是我站裡 你要是不想死 就趕緊 這影響 上我鬼 那女人 是你相好 打了你的女人 不利益 哎呀 哎呀沒笑 蘇總呢是我的好友 賣個面子 就到蘇李尺吧 賣個面子 我是王家的王文斌 我爸呢叫王文 你應該就是 啊 你爸在我面前 你爸在我面前 騙著 是 是 打你怎麼 你不就是一個人渣 快給王上道歉 哎 哎 沒事沒事 金燒 我這樣和你女人 男人的金燒 你也不想 哎哎 雷尚 不是又是錢的事嗎 您知道的身份 幹嘛和一個女人過不去呢 我說 我說 我今天晚上又睡了 哈哈哈哈 沒意見 沒意見 那個雷尚 您要是需要的話 我說我可以幫您開房 老這麼說不就 本來就是個贓 裝什麼大一巴巴 你男人都同意 今天晚上我連房費都是 跟刀哥怎麼賠 刀哥今天晚上讓你 知道什麼叫做女人 差不多了 要錢 拿著錢 動手動手 看在你是藥陣 我給你一次機會 拿著錢 我如果說 我已經給了你臉 現在都滾了嗎 哇 你真覺得老子缺這個錢 老子今天就是要說 就是要吹他 你叫我呀 天作女優格 我 我八蛋放了一首 誰要往前一步 歇他一下嘴 你知道老子是什麼樣 你知道老子是什麼背景嗎 我不會讓你問 五五商會會讓你 哎 江 什麼顏色的 爸 頭口商會很逼逼啊 告訴你 五五商會 可是江城全是滔天的 貴長馬仕龍 在江城 黑白柳 天使 而五花 就是馬仕龍 在此問是 五虎商会拟你自负 马世龙在我面前也知 我家雷尚难道来江上楼一次 请教狼狈啊 不知道是哪位动手打了我家雷大少人 怎么 受薪功上吊 我家雷尚 做钱之常了 你是五虎商会的 没错我是五虎商会的人 而且 我还是江上楼 纸你 认识我的人呀 都称我为 年轻人 你坏了我这里的悲剧 很怕 你給我一個交代 糟糕 不分青紅皂白不分是非對錯 上來就問我要交代 我不管你有多大的冤屈 也不管你對我有什麼看法 因為啊在這裡 我就是法 怎麼還不夠下求饒 等著別人給你送集團嗎 哦 今天我讓你知道知道到底是什麼 我讓你去找個房子 偷偷這個經濟了 還專門說上的 沒必要了吧 林先生 我何能榮幸能讓您親自來電話 有什麼事你吩咐 五分鐘之內來江上樓見 五分鐘內到 江 是是是林先生我馬上到 林先生 不 林先生 我錯了 我 我永遠不是太像 我我我為什麼要磨了心 我我我求求你我我這饒了我吧 你就當我放了個屁 放了我吧 憲姐你這什麼意思 你給這個廢物鬼嗎 你弄他呀 找死 林先生終於見到你本人了 你給我打電話 你給我打電話 是有什麼指示嗎 我哪敢給你指示 五虎商會的會上多牛逼啊 看看你照著的 人情報 他給我月五放高利貸 讓我老婆陪他三個月 這叫什麼 欠欠 他讓我 哎呦 林先生 你放心 這裡邊一定有誤會 那我搞清事實的情況 一定給你一個交代 你這樣 再讓我知道你的人仗是欺人 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小世界的事 是是是 林先生您放心 絕對不會有下一次 到此我止了 我們宿舍可是做真的生意 你連連連連 蘇星成 今天要是沒有我 你會怎麼說 現在你這麼 你誰讓你來的 我火閒事 本來這件事只需要報警 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事到底這麼大 相當於破壞了趙家的慈善晚會 打了趙家人的臉 我看你現在怎麼收拾 不管是錦鼠還是罩子 他們想要交 怎麼了 我臉上有東西嗎看著什麼 你長得帥我多看你一眼 我又不會吃了 嘿 行 既然你特地把我叫來 是為了多看我 是別人 我可沒那麼無聊 我就是想為您去 今晚的慈善晚會 可是你自己哭泣的 這算不算 是我們已經完成了 其中一部分的約定 還是說我們趙家 再舉辦一次慈善晚會 你們已經已經 這是我們約定的第二部分 只要你在上面蓋章 那麼蘇氏就會共濟 而且在某個程度上來說 也是對蘇氏的一種保護 它相當於告訴所有人 蘇氏是我們趙家趙家 任何人敢得罪蘇氏 其實則是我們趙家 當然 這些並非平白無故的 而是你出手相助的條件 不過嗎 你這樣有意思 是否該張由你來決定 我只是想看 這幾個 還有別的事 我爺爺的事呢 還要勞煩 這些呢是我們趙家的主席 幾個意思 他們平日裡跟我爺爺 接觸的都比較多 你說給我爺爺下咒的人 是他身邊的人 那這些人裡面 一定有某一個 趙家 我是醫生 不是警主的態度人 你想拋案的話 對 只要你幫我找到下咒之人 我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你 哪怕是 以身相許 以身相許 你這玩笑開大了 怎麼啊 不滿意啊 難道你想讓我當牛做馬 不過 我可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啊 要不然 教教我 我還是很願意 跟您伸手 學習學習 搞錯 去孩子 時間到了通數 至於條件嗎 大小姐 如果您和林凡只是開玩笑的話 也就算了 可是你說的如果是真的 哎 你不要忘記了 你是有娃娃親的 而且你傳說中的那個未婚夫 不是一般人的 如果被他知道 不管林凡有多神秘 來頭多大 恐怕都會很麻煩 難道 我連一個藝術朋友 都不理人 夠大陸 你知不知道連累我們了 林凡 你怎麼說也是個男人 吃了我們蘇總三年軟飯還不嫌丟人 現在跑去趙大小姐那頭小白臉 你還要不要臉了 今天不給我們個交代 你別想走 你們也配讓我給你們交代 我看你們被揍青了 要不我讓馬氏龍來 再收拾你們一次 狗东西 你真以為馬氏龍是給你面子呢 他那樣的大佬 要不是看在你是趙燕燃小白臉的份上 他會對你言聽計從 就是 男人的臉都讓你流光了 我們王少再怎麼說也是因為蘇總才說的事 你呢 蘇星成 你今天把他們兩個帶來是 自取其辱嗎 今天被你搞砸 我和趙家的合作 都已經泡湯了 你跟我去趙家道個歉 畢竟王少的爸爸 為了談這筆生意 也不容易 付出了不少 就這樣莽撞的被你搞砸了 你難道不覺得愧疚嗎 你不會真以為是他給你這次寄了 他要是真有本事 還需要我去趙家道歉 蘇總 你看看 早知道今天被這個廢物搞砸了合作 我還不會被打死 要不是今天太晚了 我們才用不著這個廢物去道歉 林凡 你到底去不去 蘇星成 我要是你 就帶著你的狗去醫院看看腦子 你 而不是在這秀智商 秀死 王少 哎呦 林先生 終於等到您了 知道今晚讓您不開心了 所以略被磨酒 一表致敬 不是不登三寶殿 你今天給我打了二十多個正常 發了十八個星期 求著我過來就是為了 致敬 林先生 實不相瞞 我這家裡有一位老者 這身體不適 尋遍了名義 都沒有修 他聽說了您的手段 事實上 無論如何都要把你進去家裡去 他還說了 一論成功與否 都按照林先生的規矩來 他還說了 哪怕是讓蘇氏集團直接上市 是 倒是可以操作的 從今以後我和蘇氏再也沒有任何關係 我那條規矩自然 罷了 看在你今天及時出現 就冒出了不少力氣 這一點我給你的面子 我如此 不是 多謝林先生 目前我家那位老者 在聖經流氧 既然得到您的熟成 我這就會怕讓他趕緊回來 李先生 實在不好意思啊 雷延天那老狗 目前在外邊 口口收聲的說要親自來給你道歉 我怕這是愛成不善 雷小刀他爹 你的名譽會 老闆 你現在真是越會越回去 怎麼連條狗都管 李先生 我是怕這條狗認了別人的路 這不都說了嗎 有眼紅熟的白眼狼 怎麼這狗也 沒想這樣 我這就當了他走 以免打擾了您的雅興 不用 讓他進 滿正今天無聊 就看死什麼大氣 馬會長 你現在是熱來越難見了 怎麼 要不是我硬闖進來 你門口那幾個兄弟啊 都不會讓我這個副會長進來 我們五股商會 什麼時候變得一點虧 雷延天 你幾個意思 幾個意思 我這不是替我那不成器的兒子 還給你道歉 聽說啊 我那個兒子不小心得罪了你馬會長 這個啊 是我這個當父親的管教會員 你馬會長大人有大量 載象肚子能成船 這個世界就道歉了是吧 是呀 馬會長 小刀也算是您看著長大的 他那個性子 你還不了解 就這麼算了吧 看在你男人這些年 當了我賢子孝孫的份上 我可以以他的親切 但是 得罪了林先生 這事啊 沒那麼多 林先生 你好 我那兒子啊 得罪了你 是他不對 有眼不識太子 我這個做父親的媽 今天親自來道歉 還帶來了誠意 一百萬拿回去 既然你可以道歉了 這事我就不再追究了 既然我兒子得罪你的事情 已經到此為止了 我的兒子一雙手 總不能這麼無緣無故的斷 是你林先生總共給我們一個交代 還是我們夫妻二人 親手要回這個交代 我說你們兩個腦子是進水了吧 敢跟林先生這麼說話 竟然讓林先生給你們兩個一個交代 現在跪下給林先生道歉 這是你們唯一的機會 否則的話 不管你們背後的靠山是誰 哪怕是把四大家族叫來 你們也都得死 江城四大豪門 馬會長 您這牛吹過頭了吧 對付他這樣的一個小白臉 還需要動用江城四大豪門 來 小子 跪下 自己伸自己一百個巴掌 讓老娘出出氣 否則的話 老娘要你知道 何對我們雷家 會是什麼樣的後果 雷家 靠一個雷家 這個人 黃發蛋 小偷宰獅 你竟然在動老娘 今天死定了 耶穌來了 都救不了你 哈哈 是誰在大廳廣中之下動手打人啊 你們眼裡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王法 你終於來了 我儿子今天无端端的被人打断了双手 我们生怕施暴者继续伤害我那乖巧 动射的儿子就带了一百万过来 希望对方能放过我们 以后不要再找我们麻烦了 可是想不到对方觉得钱给的少了 直接给我们一巴掌 还有这样的事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无法无天 就是他们两个 就是你们两个 肆无忌惮 动无王法是命 我告诉你们 雷小道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 他是一个可明讲礼貌的好孩子 所以呢 今天你们两个是准备束手就擒呢 还是要让我手下的兄弟亲自不守 都可以 你来选 王队 你好歹也是 雷家的行尸做 你应该比我心里清楚 现在你告诉我 雷小刀 叫人如同礼貌 别说我不信 你问问你的手下 他们谁信呢 马世龙 老子给你脸了是吗 敢质疑我 不要命了吗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勒索雷甲 打伤雷小刀 今天 要不然跪下磕头道歉 把我的口水骗干净了 然后呢 再赔钱给你家一千万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照我说的做 你好我好 要是不照我说的做 那不好意思 老子会亲自把你们送进天牢 让你们把脑子坐穿 对 这个姓林的才是最为我握手 喂 小崽子 你要不然现在跪下来 扇自己十个巴掌 这老子说不行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确定 小崽子 马世龙在我面前连狗 你觉得你有怀念吗 如果不想死的很糟的话 你觉得 老子是真的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们在江城彻底小虎 听得懂啊 啊啊啊啊啊 我这个人比较好说话 要是不够我再给你事 老婆他 想个大力子 怎么 吃了十个巴掌嘴 还这么硬啊 不然厉害 你杀 你给我杀 把这个小崽子给我弄死 我让他知道 在江城 谁说了算 你拿到你 来过你屁了 胡老师 老子胡老 你这手相信 马世龙 你小心有信哦 这个时候呢 他小心 姓林的死定了 习态 罪可是很大的 小子 在我们下去闹事 不能怪你面不好玩气 你 你你你你别挂他 现在可是毛发修备 再能打我就不信 你能打到我千军万马 千军万马 看来你在江城 嘿 你别跑 喂 周先生 有人在我这道事 这是不给你老爷面子的 是 好好好 您快来 九大叔 知道这花样是谁吗 我告诉你 实际点 现在归下求饶还来得及 不然 完了 你的家人和朋友 也完了 而且 就因为你 把你的总十八代 都给挖出来 然后 做养灰 是吗 不然呢 好 我倒要看看你叫来的是什么 不过在这之前我没时间 我去对面独装 我等你们了 下座 咋子 你带着 逗逗逗逗 我照顾他 我去我看 就是一个现实的假装 我不敢敢杀我 而且我把你排出来 他就一点面子都不给 你还说 如果心转眼 就算是江山四大 我们都来了 只要给他下跪了会 你又千万不能给他净 一定要办法给死到河南岸才行啊 好 还有比本少更嚣张的人 我再要看看就像牛逼的人 有什么牛逼 你们知道得罪本少 是什么什么厚 嘿嘿嘿 哎 赵首长 什么李先生 那 哎呀 说什么 多大方把您给出来了 啊 哎 你好 我叫李凡 哎 哎 你不是要来 你不是要看看我有什么牛逼的资本 难以告诉我 什么叫他妈的资本 什么叫公道啊 你不是说话 龙了 刚才那种气势呢 他还是不是 我要是个普通人现在是不是 丢进你的天资本 老师 你把你这身皮饼扒了带着你的虾兵蟹将去牵牢 你这身皮饼扒了 你这身皮饼扒了 我知道 我保证 以后在我的场子里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起家霸的衣裳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知道错了 给你的鸡 一只手 一只手 一条腿 一只手 一只手 我去走 我不是说了 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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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地下室 你是第一个 你吓一个 你倒下 你倒下 林先生 林少 都是我的错 我教授无方 哎 你给我 雷冰天 你哪来的儿子给你敲 林先生 都是我的错 我只有一个儿子小刀 你千万要给我一个机会 林先生 你误会了啊 我不是那种感情杀剧的人 我的意思是 你没孩子 如果说我没猜错的话 你年轻的时候伤过腰吧 从那时候起 男女知识都需要靠 教会 你你你你你你怎么知道 从你走路的姿势我就看出来 但是你想要生个儿子 也不是不行 我找别人帮忙 你说什么 你不要乱说话 你有什么证据 啊 对我们林先生什么 林先生现在的十分低劣 有必要看你们吗 你们有什么资 为林先生 啊 什么证据 吧 您的意思是 我根本就没有生理能力 至少你前二十年 反应 我说的话你也去 去做个品 啊 啊 啊 哎 没先生有困有的事情 胳膊腿啊 没了 我也没兴致玩的 先走了 这间赌场不错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先生 你放心 你还知道来啊 我以为林先生你不肯接电话 我请坐起来 我回来收拾东西 几套衣服 你还知道来啊 你怎么在这 好啊 你个狗东西 你还敢回来 老张心让我一起跟你算 你要再无理取呢 别输 林先生 你对我妈是这种态度吗 女人 你现在知道她是个什么货色了吧 当初你瞎了眼 找了这么个玩意儿 打了我不说 还居然破坏我们苏氏 跟赵氏的合作 今天一定不要放过他 我爸跟我打电话 说赵家对林凡特别不满 甚至影响我们和赵家的合作 什么 要不你问问你爸 是哪个赵小人 林凡 你别以为你给赵燕燃当小白脸 赵家就会给你命 赵家又不光每一个人 走 现在跟我去赵家当前 林凡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难道你不愿意一点夫妻之情 到个县都不愿意吗 夫妻之情 孙先生 咱俩是什么病毒 没有我苏氏集团会顺风顺水 你 他要是真有本事 能被人打 这个狗东西 你说什么 咱们再说一遍 说你怎么着 你什么 所以你还瞎动 你除了会动作 只会给我女儿找麻烦 就算离婚了 你被饶了我女儿 女儿 今天你一定要带她去赵家陪你道歉 学队不能清摇了她 妈 别再说了 今天要不是一个 真相当多铁 差点连我都打进去 现在不仅不知道感情 还出言不逊 你饭已经够人人了 女儿 你这是在指责我吗 你跟这个狗东西 你跟我还亲 我是你亲妈 凶我 太爽了 王上已经替我把钱都还了 你 这狗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总想着大呀 看来你们全家都把王大少登堵 他要是真有本事 那就让他去赵家 何必找我呢 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收拾行李 从今天开始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 你们家的事 等一下 今晚慈善我会的事 不准备解释去 马世龙这样的大佬 都要跪在你面前含一声长辈 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就是姜腿最有权是 区区马世龙 叫我一声长辈 那都算裁决 我原本以为你会实话实说 是因为走投无路 是个少年人的轮廷 这样我才可以给你一笔钱 让你重新开始 可我没想到 你却成熟这样的那天呢 我对你真是太熟了 我说了你又不想起 话说完了吗 是 你今天赶紧走出去 废总别再回来 吴总 有件事你忘了 哎你怎么做啊 喂三叔公 林凡啊 我没有打扰你休息吧 明天中午你堂姐一家 举办庆祝宴 到时候你们一起过来吃个饭吧 三叔公 我明天有点事 好了 林凡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就先挂了 三叔公 三叔公 罢了 罢了 这几年三叔公带我不保 对我置如今 这次去 就当是告密吧 林凡 你怎么在这儿 三叔公邀请我来的 有什么问题吗 三叔公近些年身体不好 我们离婚的事 他还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等到回事的时机 我会告诉他 好 这件事我答应 还有 三叔公今天举行家宴 是因为他家女婿 刚谈下的雷狮集团 一笔五千万的订单 一会儿你在家宴上 记得少说话 注意自己的眼神去 这件事就不劳苏总您费心了 你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少爷这是前途无量 来来来 大家听我说说两句 今日呀 我们家得好 拿到了雷狮集团 五千万的工厂 我家女儿呢 也成了肇事集团 都不是个主管 为了感谢大家平时的照顾 今日特地在这里 验证大家 大家不要客气啊 对对对 今天的菜啊 咱们只吃好的 酒是荷拉菲 今天晚上 大家有任何的需求 我一定会满到大家 好吧 德海和冯良两个人 不仅狼才女末 还这么有本事 看他们这样 一定能腾飞的 如此年轻 就这么有才华 真是了不得啊 哈哈哈哈 生子当如前德海 生女当如苏凤莲呐 哈哈哈哈 三十过后好 林凡呐 来来来 坐到我这边来 妈 这是个书丹废物 别合理对他这么客气 是啊爷 这废物一世无成 还靠一个美女总裁养着 一个男人混成这样 还真是不嫌丢人的 好了 大家就不要怪你了 他已经很努力了 毕竟如果不是说 他把嫌内部发挥的正确 清城哪有时间 不了 今天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数诺人的 都 好好坐下吃饭 你能不能有点处悉 一个大男人 都被人家说成那样 还吃得下去 咱俩很是演戏嘛 演戏就演全套 等演完这一首 今日为了庆祝我家德海 和我是野高生 我在这里给大家敬礼 对了 林凡呐 你要是觉得离开清城 找不到工作的话 都是给你接受 在赵氏集团的分公司 当个保安保洁什么的 一个月两千吧 公司一千呢 凤莲啊 不是当妈妈说的 这要是集团 可是上市公司 就算找个出门狗 也得要管他学历的 你觉得 林凡的配合 好不好 咱妈说的对啊 毕竟你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当着主宝这个位置 如果 帮林凡走过门 对别人吃银 抢工技 这些这些钱 穿不厉害 要不然这样吧 让林凡跟着我混 我刚跟雷士集团 签了五千万的工作室 工地上正好去搬砖 林凡 咱俩是亲戚 我每个月给你开四千块钱 还包吃包住 林凡你看看 写不多厚道 还不赶紧 热头 给拍一些戏 四千块 挑我开客 我这个人比较大方 我一人给你们四千 我没有遇见过客人 姓林呢 你别不知好赖 刘海给你签了工作 你还让他给你磕头 你这废物也不照着镜子看了 自己是脑子去 林凡 赶紧多气 你你的身份得罪不起他 有最少 最少麻烦的事情 你们 都给老子听好了 这个包间 是我们老板的专属包间 他一会儿 要来这吃饭 你们 我妈给老子清场了 谁他妈敢让老子清场 你是个什么东西 知道 老子他妈管你是谁 我们老板 是雷四集团 雷云平雷总 妈可不可唱免 雷总又来了 哎等等 我这随了八百块钱的礼 做饭还没吃上 为什么 林凡 你在狗叫什么 你还废物 什么时候由你做主的资格了 我说吃完就吃完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 他一直挂 就是 废物东西 成事不做败是犹豫 也不看来今天是什么时候 还吃得下饭 雷凡 赶紧起来 雷云天就是这么教你们做事 我叫他 老子的动静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把嘴给老子背许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个废物就是我家一上门女婿 专门吃晚饭的 我有什么话你可别在意啊 我先去 这种东西还别提 大哥不许多说 你去告诉林凡天啊 他只有一分 他要是来不了 将 什么的小白脸 你他妈算哪个数 你小他妈我们累走 老子 现在给你个认错的机会 爬过来 你老子磕100个想头 塞自己100个嘴巴 老子放你一条狗命 还有50秒 他要是来不了 骂得别犯 你个废物东西你还在这叫上 带走我们 金城 你还不赶紧跟他割口断义 他自己永远不是太善意的算 居然还想拉着我们便费 谁在这大吼大叫 没走 就是这个小 不知好歹 我把你放在眼里 但是跟我带上 我所有人都没有关系了 你怎么 带全家人出来吃个饭 没想到就碰到您了 但是碰到您是我的福饭 我带全家的 给你做问题 但是 就是这个小子 知天高地厚 他不但不早 还在冒犯你 收拾他 是哪个狗瞎了眼睛 敢在我雷某的地盘上 雷总 你可一定好好制裁他 这个废物狂妄自大 根本没把你当回事 丁凡 快给雷总道歉 求他原谅你 谁跪下 毕竟 好大的胆子 我今天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张眼 把我雷云天不放 一定让他死过脏身之地 你好大威力 雷总 看你让人收拾这个废物 他这是自觉的罪 你绝对没人可怜他 雷总下令 这下 雷总这么分 一定会杀了雷总 你 雷总 你你把我碰了 狗东西 敢得罪林先生 还不快给林先生贵心道歉 什么 这我给他混蛋 雷总 是不是搞错了 他这个废物 什么 还有你 是死活的东西 你知道林先生是什么人吗 你也不会说他是废 林先生是我的规格 你得罪他 就是他得罪我 我手下这帮人有眼无珠 缺乏管教 我下来好好管教他 一定跟林先生贵心道歉 好 那我就试试你带了 你几个给老子滚过来 一 一 就这 你这是公囊 我还有一辈子最大的错 就是那个骗子 但是我不对 我错 然后我该死 然后我该得罪你 够了 知错就可 这次就先原谅 最小 来主位 来今天打扰你 今天 今天这一桌子饭 还算回来 送过去 明天大家吃 好不好 还没转 雷总 有意思 李凡 你个废物居然还能忽悠的让雷总 狗东西你还不知道交代 你是怎么忽悠雷总啊 等雷总反应过来 我们是会被你这个废物害死的 你敢让雷总是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真的是看忽悠雷总了 就他也配 我说过江城四大家族都会为我扶着 区区一个雷云天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不要再做白日梦了 我说了你又不相信 你个真可笑啊 你个废物 你居然敢说四大家族为你扶手 你难道以为 你比四大家族还牛逼是吗 真是烂泥扶不上强的东西 这辈子只能吹吹牛 就算你来我们赵氏集团分公司 当个保安 就算舒适不出事了 以后没有租房东西拿着 赵少年 赵少年 我就说今天出门的时候怎么喜缺在叫 原来是出门能于贵人呀 当时要不是赵少年的一句话 我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位置 要不今天就给我个字 这瓶饭啊我来到办公里 小 对对对对对想不到赵少年还记得我 哎 吴爷 这位赵少年 不仅在体制内有很大的食位 而且还是我们公司大普通呢 我能够上位啊 就是前一座的赵少年 那可是我们苏家的贵人啊 能得到赵公子的器重 难能可贵啊 哎 一切 少 在这儿的预计 不必多事 得了 稍稍 哎 一 进行别烦 好吧 啊 没没 我就是浩子而已 那就把你批什么 林先生之前的事 出都在我 我已经按照你 让那些人都承担后果 我对您一直抱怨的歉意 这不是没找到机会 今天巧了 让我去你一顿饭 看不出来了 我气都被气饱了 那这样子你去找 那我给您一张我的影片 您要是钱啊 给我打电话 我来安排 一分365 24小时 感谢您先生给你救 您先生是亲戚 你怎么不走 我们没关系 毕竟苏高官 连门口跑案的职位都不可接受 赵少误会误会 这都是误会误会 我收敌你独裁的话 从明天干什么 什么 赵少 赵少 赵少我错了 就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我保证 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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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子 当如林凡哪 我们苏家 要出笼了 爷爷 爷爷就您帮我 我再也不敢敲不起林凡了 就您帮我认识做好话吗 这 都是你们自己做的事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林凡哪能当 怎么了 今天给你苏总长脸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骄傲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这种狐家虎卫的小人 或许在你眼里 今天的行径 你很得意 很有面子 但是在我看 你也不知 以前我只是觉得 你没用了些 但还不至于毫无尊严 但现在 你让我去 还需要我来告诉你们 雷云天 是马世龙的小弟 而马世龙 心甘情愿地称赵燕然一顺公子 赵淮安是赵氏的旁戏 在赵燕然面前 他只是一个小跟男 他们对你毕恭毕敬 都是看在赵燕然的面子上 看来在苏总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你别忘了 我已经离婚了 所以我的事你管不着 我就算吃赵燕然的软饭 你不犯了吗 你还真是乱你服不上去 我对你太熟了 帅哥 去哪里 我送你一程 赵淮安告诉你 这姑娘管你的 怕什么方便 林凡 你现在已经离婚了 是单身贵族 钻石王老五 有什么不方便 我来找你呢 还有别的事情 上次你答应我的事 还没有办到呢 关于抓内部 不然呢 我已经有些眉目了 上车 我们慢慢聊 赵老情况怎么样了 好多了 不过 最近又有人动手 给我爷爷下咒 所以 我才来找你帮忙 想让你找出 邪咒根源 只要找到根源 就不怕内鬼不出现 既然如此 则日不如撞旅 爷爷出发吧 你这个骗子还敢出现 怎么又是你啊 见到我不高兴呢 不高兴就对了 你不是治好了我爷爷吗 为什么我爷爷还会中咒 杀死你个王八蛋 给我住手 爷爷 这个骗子又来了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不可不闹 是我让你姐 请被医生手 什么 是你让请过来的 你请他做什么 医生手 今天的驱邪之事 全靠你了 放心吧 不行爷爷 他就是个骗子 怎么可能会驱邪咒呢 我已经请了忠灵山的马大师 应该很快就到了 马大师 就是号称 驱邪圣手的马宝山 等他一来 我就让那个骗子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驱邪 这种事情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干 思路 不得这么说林圣手 我就说怎样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林圣手 是不敬个贵客 谁要是对他不敬 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然我arfic 谢谢啊 对 un 跟本身 turn 这一种 靠近多 不贪欠 都 slave 其字 我们只能归 也女性 会再死 請見諒無妨 我不會和這種兇大無腦 你說誰兇大無腦 哦 你說說 馬大師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想見識一下 這個馬大師的故事 我 啊 好了 現在 屋裡的邪咒一出 不會 吃下了 爺爺 爺爺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馬大師 我爺爺為什麼會這樣 你屈除的只是邪咒的外表 根本沒找到邪咒的分 好啊你個王八蛋 我爺爺都快死了 你還在這裝 如果我爺爺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絕對不會放過你 屈咒的人又不是我 你跟我生手氣 就怪你 要不是上次你騙我們說治好了爺爺 我爺爺怎麼會演弄到今天這種地步 趙老沒什麼答案 你們放心吧 我能找到邪咒 就憑你 你現在就會 給我以後 不允許踏進趙家半步 輕人能力不平 所有主 害人害己 某些人是在說自己 你什麼意思 好了別吵了 林先生 求你就救我爺爺了 找到邪咒跟你 不行 我絕對不允許 任何人在趙家 如果出了事 我趙燕人 你怎麼會讓他上去 你怎麼會讓他上去 請不知道方不方便 帶我去照樓平時休息和工作步 沒問題 小燕 我讓你先上去 好的爺爺 爺爺 您不能讓他上去 你閉嘴 這件事由不得你做主 再敢對林勝手無理 加法刺 林勝手 這個東西怕是來歷不寬吧 趙 林勝手 果然是好眼力 這尊佛像 是我晚輩 從古安市場逃的 這是 明末時期的東西 全天下 舊著 這 臉承認 這是我最看重的小貝宋 所以說 我更加的珍貴 你這小貝怕是最理性的 你什麼意思 難道 這尊佛像 是假的 東西不是假的 但裡面藏著邪 一重重 根源就來 難 難道 這就是 邪舟的根源 姓林的 你胡說八道什麼 這個東西 可是我姐夫 住口 林先生 你說這個東西 就是五爺爺種咒之物 一派五爺 你有什麼證據 說這是邪咒之物 這是小微 一片心意 讓你鬧事 心意 也分真心和假意 有些人 擅長演戲 狼子演戲 藏在一瓶真心裡 你再胡說我殺人的嘴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叫人偶重 只要把人的生辰八字寫在紙上 盯上鐵墊 留在你的身邊 不久後面 竟然 說得不錯 這 協助這個最厲害 一旦中的 變性不一樣 這趙康 打 打開一下刀刀刀刀刃 快 啊 趙建國 果然是他 他居然敢害我爺爺 李先生 這這可有 花姐的方法 簡單 取白酒吧 趙老 我已經標準 但是 這個事 該怎麼處理 就交給你 多謝連勝手 出手相救 李先生 風財 手揪眼 李先生 受我為徒啊 不好意思啊 我沒興趣 我還有事 啊 你這找投訴你 李房 今天謝謝你救了我爺爺 照樣車你先去拿去開 還有這塊表 就當做是我病的信 其實你不用這麼客氣的 如果你不是說 以後我都不好一些再麻煩你了 爺爺也會批評我的 那好吧 那我就收下了 謝謝 走了 清晨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你身邊 只是因為你是永恆之父 我特別的信套 又很難過 但是我沒辦法破壞你的回憶 平凡那小子不是你要找的人 老天爺心疼我 給了我這個 站在你面前的機會 劉長 交給你 交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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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總 有王少這樣的痴青腫陪在你身邊 您是何等的幸運啊 如果沒有王少 也沒有我們蘇氏的今天 您可不能辜負了他呀 王少 謝謝你的好意 我知道你很優秀 也很感興 我們蘇氏做的一切 但是我現在 真的沒有心情 去處理感情方面的事情 只想讓蘇氏集團 更上一層 所以 你的好意我心裡了 這個東西 你收回去吧 蘇嫂 你不要在意外面的風圓風雨 連眼人都能看出來 王少對你是真心的 對呀 清城 誰都知道 你和李凡離婚 就是因為他不上級 給不了你真正的家庭 但我都可以給你啊 舅長 讓我為你撐起一片天吧 王文斌 我說了 我現在沒有心情 處理男女之間的事 你不要逼我 蘇總 有王少這樣的好男人 您是八輩子兇來的福分 你就答應他吧 舅長 我會一輩子對你好的 你就給我一個機會嫁給我吧 非要我告訴你 我不喜歡你 你才肯放棄你 什麼 你不喜歡我 我不信 我死去白裂地放棄一個男人的尊嚴 讓蘇氏成為趙京 何卸商 你現在告訴我你不喜歡我 何卸商 這一切原來是你 蘇總 下午 趙氏集團送來了河口 上面已經蓋了趙氏集團的印章了 就等你簽字 蘇氏就可以和趙氏集團合作了 而且 這是王少苦苦求來的機會 他也沒有把這當成綁架你的工具 可你卻 這是真的嗎 蘇氏能跟趙氏合作 是 趙氏的 當然了 王少為了你做了這麼多 你就再給他一次機會吧 王文斌啊 你這個演技不去拿個影帝真是太可惜了 林凡 你這個廢我來這幹嘛 你愛演戲是你的事 不夠蘇氏和趙家的合作 跟你有什麼關係 林凡 你怎麼了 你別誤會啊 我就是過來看看熱鬥 沒想到有些人這麼恬不知恥 居然撒謊騙人 想別人 林凡 你什麼意思 這功勞不是王少的 難不成是你的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麼德色 你配嗎 姓林的 你不就是給趙家當小白兩嗎 憑什麼以為趙家會給你這個窝囊飛面呢 你就是嫉妒王少 嫉妒他比你好 還沒這個 姓林的 你不就是給趙家當小白兩嗎 憑什麼以為趙家會給你這個窝囊飛面呢 就憑我比你強 你拿什麼跟我比你個狗東西 老子現在就讓你看看 人與人之間的差距 哎爸 您是怎麼拿下蘇氏和趙家盒子的 我要是有那本事 王家早就是江湯斯大家座坐上課了 不是 真有意思啊 你老子都不陪你演戲你還要演戲 廢我閉嘴 就算不是我爸幫的 也是我在青城去趙家宴會的 林凡 你就是個窝囊廢 要是還有種的話 你就跟我們一起喊 讓蘇總接受往上 你算個什麼東西 也配指示我 夠了 警察你不要再撒謊了 蘇氏和趙家的合作 你不可能幫得上 你還是不相信我 狗東西 這卡里有五百萬 我奉勸你拿了錢 趕緊滾蛋 以後都不要出現在青城面前 這張卡里有五千萬 拿著它 你這卡里真要有五千萬 老子給你跪下 你去找個刷卡機 裡面是沒有 我給你 不對 這廢物吃了趙家的晚飯還這麼自信 說不定卡里真有錢 要是刷出來了 我可就丟臉了 你真想跟老子硬剛啊 我王氏的市值五十億 跺跺腳 整個江城都會抖三抖 你拿什麼給哪一遍 哎 江城四大家族怎麼沒有一個姓我 林凡 你還敢看不起王少 你知道王少送信頂的戒指價值多少錢嗎 價值過億 那可是號稱星辰永恆的鑽石 那你 這不過是網上幾百塊錢買的莫桑石 他真裝上什麼事情 你個廢物 你還敢動王少的鑽石 要是動壞了你拿什麼賠 廢物就是廢物 沒見識老子交代 莫桑石一捏就贏 永恆鑽石怎麼捏都 是我 呦確實一捏就贏 你個廢物敢捏碎老子的鑽石 哎 給你一千塊錢 還能買好幾個拿著 你 雖然我和蘇青城已經離婚了 但還有一個月的冷靜期 這一個月你最好給我離他遠的 林凡 就算我們王少送的是莫桑鑽 你這個廢物又能送什麼東西 恐怕連莫桑鑽都沒有吧 誰告訴我 誰說我沒有啊 一個破盒子 整得還挺精緻的 可惜啊 你這個廢物根本騙不到人 你那個盒子裡啊 鑰匙油比我暫時還貴重的東西 我叫你一聲爹 我沒你這個字 這這該不會是北達斐力限量星空板嗎 這錶可價值連城 全球只有五枚 號稱手邊上的勞斯蕾斯 可能 你這個廢物怎麼會有這麼貴重的錶 這一定是假的 哎 你那東西該不會是地鐵系站裡買來的吧 這種限量款的東西 你這種廢物根本就配不上 別把你的巫師當成炫耀 這錶可以是假的 這保卡編號 這對 這是高檔水錶的初生編碼 全球唯一卡表合一 絕沒有假 誰知道這個廢物 這手錶是寄來的還是寄來 我們王少要是想買 隨時都可以買 沒錯 哎呀 這種東西啊本少根本就不在 反倒是你這個廢物 除了這個不知名的手錶以外 還有其他東西嗎 哎你該不會是騎供養單車來的吧 誰的保時捷擋在門口了請樓下車 保時捷 王少你又換車了 我記得您之前開的不是一百多萬的飽滿啊 可惜啊有的廢物連這麼好的車都沒坐過 啊那個保時捷不是我沒辦法 車是我開來的 哼你這樣的屌絲開得起這麼貴的車嗎 就算你有錢都能坐不起 林凡 你不要再吹牛了 就算你什麼都沒有我也不會怪你 最失望的是你撒謊 一輛車 我有什麼好撒謊 吹牛逼不打草稿 那個車啊要是真是你的 老司給你跪點 廢物 哎你個廢物你 這這這車 真的是你開來的 林凡 你怎麼做到的 我說了一輛車而已 哎 你還不會 讓老子跪下 你說什麼東西你配嗎 在場的都是證據 你要是不跪 受損的可是王家的名稱 你確定出二番二嗎 你給老子等著 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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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受到的侮辱 遲早讓你們還回來 哼 都算了吧 你要跟我走啊 還是繼續留在這 嗯 剛才謝謝你啊 嗯 我沒聽錯吧 謝我 蘇總就是連 王少這樣的人都看不上了 至少你沒讓我在這樣的場合裡丟臉啊 否則要是上了新聞 肯定會影響蘇氏上市的 哦 原來如此 我還以為你後悔後臨 你別想太多了 我不喜歡王文斌 但不代表我喜歡你們 這三年你是什麼樣子 我太清楚了 還有呢 你當我是傻子嗎 我剛剛上網查了 你那塊表 應該是趙燕燃的吧 還有 那輛車也在招下的名下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應該是趙燕燃暫時給你的吧 你說的沒錯 這都是趙燕燃給我的 你比以前有進步了嗎 至少會承認這一切 但我還是要提醒你 趙家的晚飯不是那麼好吃的 等你被趙燕燃玩膩了 你現在得到的東西 都要連本帶利的還回去了 謝謝啊 不過這件事 是富饒思索的事情 對啦 對了還有一件事 趙燕燃有一個未婚夫 你這件事嗎 這個他沒跟你說過吧 未婚夫 我提醒你不要見得太深 未婚夫 你這件事 有著意思 林凡 我終於找到你了 有事嗎 嗯 有些私事想跟你說 能否吃個飯 就好味道 怎麼回事 我其實有一份風陰 我的外公夫會從京都來找我 我想請你幫你 假裝你難找 不是 我已經確定 我爺爺動著鐘 又無故輔 meditation 我想請你幫我找到相關的證據 你這樣這麼做 來 我幫你 對我為甚麼 你想要的一切 我都可以給你 包括我自己 你不會是認真的 你以為我是在給你看玩笑嗎 你想要 我隨時都可以給你 現在也可以 你怎麼會給你 趙小姐 我對你沒什麼興趣 但作為朋友我可以吧 真的嗎 謝謝你啊 別喝別聊 立凡你一個廢物敢搶京都張哨的女人 你完了 京城我來了 燕燃 我馬上就可以見到你 讓你成為我的妻子 張哨 張哨 我有事要回報 張哨 我叫王文斌 是我家的 之前給您打過電話 想真是一個合作 文昭現在不躺 文 文 張哨 我認識這個 我手機領著他和其他男人的親戚照 什麼 讓他過來 是 就這個人 他叫林凡 是個有婦之婦 他不僅勾搭您的未婚妻 還和您的未婚妻十分的親密 好大的膽子 本兽搶女人 小花 趙少 您小姐請您講一次 趙 只要您願意多看我一眼 給我一個機會 我一定幫你除掉 林凡這個吊絲 你有辦法除掉 只要張哨成全 給我人脈 我一定讓這個吊絲 從趙燕仁身邊消失 哈哈哈哈 好 正好 我最近有別的事 我答應得起 公司張哨成全 公訴張哨 我的東西還沒拿完 回來拿剩下 家裡來人了 我聽起來 既然來了 先來做你們了 我聽說 我聽說 四大家族的公司 學費要求很高 清潔工啊 都是本科以上的學歷 跟小林 我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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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自己 我讀大師 你 我讀的 monter 我讀的是 我讀的 你 我讀的 我讀的 你 我讀的 你們說的這事我真辦不了 辦不了 我怎麼聽說你參加了趙家的宴會 還成了趙家的合作商 怎麼這才剛發達 就看不起我們這些窮親戚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看你就是這個意思 告訴你 這件事情你搬得成也得搬 搬得成也得搬 這事 這件事林凡真的可以幫你們 什麼 就憑這個廢物 姐你開什麼玩笑 要這個廢物這麼大的本事 你還要把他給踹了 對呢姐我聽說你跟王上 要不你找王上幫幫忙 小臉你說什麼呢 我跟王上沒有關係 這件事林凡真的可以幫你們 只要他願意 你的工作就是一塊的事 不願意就算了 還拿這個廢物當當中 你以為我跟你一樣傻 我算是看透你們一家人了 太離我們走 哎妹妹妹妹你你你冷靜一下 清晨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林凡可以幫你們的忙 林凡現在吃趙燕燃的軟飯 就憑這窩囊費 也配吃趙燕燃的軟飯 你們不用解釋了 怎麼會向所有的親戚 好好宣傳你們家的 哎哎林凡 你快點給周恩人打電話 要快呀 你們的事 我幫你 你這個廢物幾個意思 你白在我們家吃了這麼多年軟飯 你你就想這麼了嗎 林凡 你幫幫他們 就當時我們好聚好散 你為我做的最後指示 行 看在你這麼求穩 我給你 你們的事解決了 坐繼續坐啊 你以為你是誰呀 一個電話就 喂你好 是我 對 謝謝 媽 趙氏集團人事部主管給我打電話 讓我明天去報道 還說待遇任我挑 職位任我選 趙家這時候也是追的 確認你沒聽錯 確認是趙家打來的 這個電話存在我手機裡 不會錯的 太好了 我女兒真的進了趙氏集團了 我 我趕緊已經親和親和 哎等等 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是我让林凡打的电话 哎呀姐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 就救我脑肺 小林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赵家集团看上他了 赵家需要这样的千里马 我这喊着请他去上班呢 就是 是我自己有本事赵家集团才要我的 那种地方 怎么可能凭关系的继续 你们可真不要了 你觉得就凭你 有那个本事 你说谁不要脸呢 你如果打个电话 敲二一 还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不能费 赶紧用道歉 道歉 你们配 哎 你一个吹 你敢笑着我吗 你可以是谁呀 哎哎 好了 林凡 你赶紧给小姨道个歉呀 这事不就算了吗 我说了 他们不配 你说什么 你敢不听老娘的话 信不信 明天我去窝囊你妈的坟 你要感动一下我让你给我妈陪照 发疼你了 你也不看看你个废物 几件几俩 居然敢 姐 你们家这窝囊废女婿 还敢这样跟你说话呀 哎 罢了 看了我今天心情比较好的后 就不用他给我道歉了 女儿 我们怎么谈呢 都不愿意 你不想着给老娘争口气 害得老娘丢人现眼 你丢人的是你自作自受 你再给我说一遍 好了吗 林凡刚才你吃饱了小姨 你就别所管他了 废物东西 你赶紧给我滚 我一天也想看到 就算你不出 废物东西 趁早给老娘滚 现在这白痴软饭 是敢气老娘 助你出门被车抓死 都离婚了 我 我 放快快 你妈我没有 我只是想和他好聚好散 哼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自以为是的 好了 嗨 林先生是你找我有事 我想林先生 帮你看看闭 没空哎哎林先生 我承认这件是我的问题 还希望您别见怪 嗯不过以表诚意 如果您帮我治病的话 我可以答应您的一切条件 一切条件 一切条件 嗯论让我干什么都行 不过我这次病有点严重 还需要明天上的帮忙 可以 但我现在没时间 先送我去装饰机房 说气派呀 小琳娜一会一定要记住 姿菜一定要摆足了 我知道 年薪没百万 还想让本小姐伺候她呢 林凡 不过我这次 我这次 不是想把我们打的给吧 听您呢 你给我站住 还真是冤家路 没想到在这怎么 你这个废物 让你来这的 这种地方 也是你这种社会 最底层的垃圾能来的 最底层的垃圾是 敢骂我吗 我马上就是赵世全的高管了 信不信我一声令下 就能让广安 把你这个废物的狗腿给打断 是吗 是时候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了 广安 过来 把这个废物的狗腿给我打断 然后丢出去 把赵斯路找就说林凡了 哦呦 哎呦又开始吹牛了 赵小姐 也是你这种垃圾能认识的 哈哈哈哈 没错 连我这样的高端人才 都不能随便见赵总 那算哪根葱啊 让赵斯路三分钟之内下来下 不好意思 我们赵总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见 赵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想认识我们赵总 告诉他 就这里边 赵斯 装的倒是还挺深 你他妈不过就是个臭屌赵 还想认识我们赵总 趁老子没发火 赶紧 还有两分半 还有两分半 他要是不来 哎呦我擦 你他妈还跟老子装上瘾了是吧 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死在这 赶紧给老子滚 林凡 你个废物东西 听到了没有啊 人家让你滚 你还死皮了 两个站在这里干什么 别说是两分半 就是两分半 赵总也不来见你 都要是费的 愚昧俊俊 还有两分 哈哈哈哈 哎呀你个自知死活的东西 老娘今天倒是想看看 两分钟过后 你到底能干什么 你这么想 你奶奶怎么跟我打电话呀 我也是刚到 但是被你 什么人敢阻了林先生 你怎么会打电话 赵总 说我有眼不识泰山 不会轮离建设 请你见谅 给我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赵师姐的伙伴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 你们有什么人啊 赵总你好 我是曹晓琳 赵师姐在人事部主管 通知我来可以上班 原来你就是曹晓琳 看起来似乎 公事公办就来 不用考虑 好 那就伊林先生 不好意思 不服我什么使用 请走吧 什么 赵总是开玩笑的吧 这不是你 你们公司叫我女儿来的吗 我上的是专科中的青北 我也不要什么职务 给我个中层管理就行 年薪百万就可以的 年薪百万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公司用人门槛是本科技 你的求职 是 另外我提醒你 若是没有林先生的推荐 你们甚至 连站在这里的资格很明 所以 林先生 你们走 可能 林先生 其实我今天来的莫比呢 是想让你帮我治疗一下 我什么跳 你穿的这么诱人还这么美 我还以为我会 放个东西 看哪呢 哎 放开我你放开我这个物子 放开我这个物子 从今天开始啊 你对着镜子连码三天 你的病状 这样不行啊 你没发现吗 刚才我抓你脚 你没有抗拒 只是生气 你得的不是困难症 而是在公司压力大 坚持 对你这么一说 好像挺有道理的 不过 有时不会对着镜子迷 而是会 给你开个信 这样吗 你的问题解决了 还有别的事 你怎么知道我造什么形式 你和我本来就不熟 而且你对我成见 要是没有别的事 你会叫我自己分 算你送你 找你 这时候 找你 四路 你不是说帮我约见 就赵老师那位神医吗 他在哪里 只要他敢出手 钱不是问题 没错 只要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什么都好说 李宗李夫人 你们先别急 这位就是我给你介绍的神医 林凡 四路 你该不会被天父游一骗了吗 就这图包子 能是神医 如果他全有这本事 为什么我们从没听不着图包子的名字 我在这边 能不能只封手救过这个人 所以你们没听说过个正常 这想我 不知道 有点过去 让你骗到我李家头上 好大胆子 李总 林凡先生是我们赵家的贵客 必须为一个不离人道歉 前面的他让我们道歉 他还不配 李赵两家也是市教 四路你这么说 他也有些不妥吧 这件事 我一定要找得进去 不妥 李赵两家 你看着是形象高大 但是营养严重流失 吃什么就拉上 营养最后流出 每天只能靠出营养叶 你怎么知道 没有 你最大的问题是个噩梦人生 每睡一个小时就会醒 而且 精神 有的时候一个月来好几次 有的时候好几个月多 结婚这么久 十斤无子 你怎么连我的问题都能看出来 不是 李 你们冒犯林先生 就算是追上我 他还会给你们看病房 哎呀 思路了 是我 永远不是岔山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夫妇 只要大人出手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是啊 杜索 你跟林先生关系那么好 他一定会给你面子的 如果是三年前 按照他的规矩 那他出手并不难 可是现在这条规矩没了 我也 什么 难道他就是江城上游圈子里 传出的那位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林世仇 除了他 还不是 哎呀 居然得罪了林圣 真是犹豫无处 全糊涂 早知道林生成的身份 我怎么敢对他有半点不敬 这怎么可能啊 我姐怎么会 你不让我解释 你不让我解释 喂赵小姐 李凡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是李正良的事吗 如果是他的身的女孩 刚才思路都给我说了 不过这件事情呢 李正良夫妇做的就是不对 江城赵家和李家是市长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我就是个江湖骗子帮不了 他们为了这件事都给思路跪下了 他们一再请示 想让你给他们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 哪怕用整个长青集团作为报答 你就当是给我个面子 可否帮下他们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那我答应你 我就在长青集团门口 让他们过来找我 好的 那我现在就通知他们 问经理 我今天来是为了新代合作的事 我们与长青集团合作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却突然提问我们的贷款 这是 我在电话里面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长青集团这个季度的钱 好多都已经用完了 我也不到 不过呢 刚上了这个季度啊 要的将城还半生 你若能配合 我就给你钱 对着你 我记得你是长辈 所以才对我 你看看你现在说的话 像是一个长辈都说的吗 苏总 大家在这个社会上 幻灯 该懂的规矩 像张少这种 那要让你失望吧 这种机会 就算你求我 我也必要 不许说 装什么种结点 你就是个二手 老子让你 看不清 你 那我老子先射你 给我把他放开 你放 我们八蛋 你是谁 你没资格知道 苏青城在不尽也是我的前妻 你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玷污的 哈哈哈 王八蛋 原来你就是那个被穿了的活动肺 一个被带欲网子的废物 跟我这做什么 给苏青城道歉 我必 就你这废物 也费 你看他老子 老子就让你们老你坐穿 哈哈哈 是 你那天不去搞起天 你们全部去搞起天 是我 可可靠你那条狗的不 哈哈哈 再有多谢 你给我当着 我这是无比蛙的王八蛋 喂 韩诚哥 你一定要為我做主啊 什麼事 掌權的合作賬就給他擊倒我們口上了 你為什麼 然後給他放十億 我要是不答應 他那人打我 有這種事 你在那等我 好 蘇氏集團好大的威風 我宣佈從今天 蘇氏集團被長青集團也退明 但漢哥這都是誤會 誤會 你把我的人打成這樣也算是誤會嗎 這部東西 你說是你有點力氣你就敢跟我做罪 我一根小指頭 餓死你了 別高興的太早 等李正良來了 你要是還能這麼調查 我進去 搞什麼 你說你以為你是誰呀 指負我們李董的名字 好大的勾搭 居然敢指負我們李董的名字 簡直是罪無可赦 林凡啊 風啊 李正良來了也得對我公公定義 這兩個不夠是漂亮的 你還真是原本 得罪了 死一萬次 不公平的這一次動作 在整個江城 你們讓我們李董去的那 絕不超過兩根 你一個廢物 你算哪根聰啊 來人 給我把今天的事報告給江城住一說 以後誰要是阻止集團放 就是對我們不敬 我要讓你們鬆弱 等一分錢 坦坤 您再給我一次聽過 我是真心 學衣交活動的 還有 我要讓你在江城 你有一點活路 好 很好 一個顛倒黑白 一個助索人 從現在開始 你們兩個都不用再交給我 這個我拿罪 你他媽算什麼東西 你以為 你是張情釋手 這要我們不再找人亂 你好大的能耐 就你這麼一個垃圾窩腦肺 還想開除長青竹管 我建議呀 你要是真有這本事 就先把我開除 你要是能做到 我就跪下 叫你上電 誰這麼大的膽子 你得林先生不敬 林董 林董 這一個窩囊肺 他敢辱磨您的迷惠 我和潘主管好歷下去 他不再不聽 他更加的放肆 簡直就是不知死活呀 李總 我希望您將他遲屬江城 讓他不得再他們江城販毒 不給他一點生物 放肆 李總 錯的是他呀 你為什麼打我們呀 林先生對不起 剛才發生的一切 這都是我的錯 希望林先生大人有大量 能原諒我們 李總 好大的威風 這兩個人是你 顛倒黑白如我前妻還要但我生的 這很難 林先生請見諒 這絕對不是我的意思 兩個混帳東西 快過來 李先生貴下道歉 我我我 剛才你說 我要死能開 容易 李先生 你知道我錯了 李先生 肯定原諒我吧 還我一道生物吧 爹 我 我也知道錯了 是我永遠不是他家 我給你嗑一嗑 李正良 你是 怎麼處理知道 李先生 來人 這兩個人 呼出長警集團 發出通告 誰敢錄用他們 跟我李正良過去 李正良 請隨我到 門公室 李先生 實不相瞞 我們夫妻二人被各自的病痛 折磨的 簡直生不如死 也一直沒有要上孩子 感情生活 都受到了影響 我們 甚至為了不互相折磨對方 都想過要離婚 所以這次 還請林先生 出手相助 李先生 之前都是我們有眼無珠 望您見諒 我們的希望 全都寄託在您身上了 看在趙小姐 替你們求求的分上 我可沒忘了 真的嗎 李先生 太好了 只要您肯出手相助 什麼條件 我都答應你 廢話不用多說 你只需要準備一碗癌粥 加入燒藻火紅的木屯喝下去 便當 不過 您老 我的問題很嚴重嗎 不是 只需要你把衣服脫了 但是 還以為 李先生不必介意 只要您能把我的病治好 幹什麼都行 你也是 是 請林先生 出手相知 行 那我就不客氣了 好 這是 真是 神醫 真是神醫 哇 舒服太多了 怎麼呀 我我好像也好了 我现在感觉小腹十分火热 浑身力气很大 一会儿我给你们各自开一部药房 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药房喝药 不出一桌就可以咬孩子 哎呀 林先生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 大恩不敢联系 这份小小心意还欢喜 这什么 这是我们长青集团旗下最大的药公司 虽然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二人 已经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也聘请了无数专家学者 但是也没有这么大的提侦 倒不如我拿送给林先生 你不能好意我心理 但是这个东西 林先生 这家公司放到我们手里 也是日落西山 说不定在你手里可以妙手生花 请林先生一定要收下 这夫妻二人倒是聪明 借着送公司 其实是想与我结交 还请我林先生一定要收下 请林先生收下 好 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 那我就收下了 那就太感谢林先生了 先走一步 您慢走 林凡 你是怎么认识李生良的 他可是江城四大家族之一的家主 赵燕燃介绍过 果然 我还以为你长本事 看来是我高看你 若不是赵燕燃 你根本没有资格认识李生良 所以你怎么想 今天我帮了你 就算是结婚三年我自己 另外我提醒你 苏氏 以你的能力根本称 少自以为是 你不会觉得苏氏没有今天是因为你吧 没错 的确 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让人觉得忍气 很快你就会被赵燕燃玩命 等你再提出 看你 没问题 那我好记 你 真是不可乐 去年也是处于好心 我希望看到你永远这么落魄下去 哪位 请问您是林范林先生吗 您母亲的衣冠中被人破了黑口戏 什么 谁干的 做我我马上就到 住手 干动我母亲的 你不想活了是吗 你这个废物 果然来了 速度还挺快呀 啊 哈哈哈哈 你这个老大 要怪 不怪你 生了一个不长眼的废物 要不然 怎么可能会死后不得安宁呢 啊 原来是防奔兵上 要是他死的 废物东西 死到临头了 还管说王少坏话 你算那个废 哈哈哈哈哈哈 废物 你得罪了王少 还抢了王少的女人 这 就是后果 你要是识相点 就赶紧跪下 爬过来 给我磕几个小头 可我原谅一下 后果 挖了这片坟墓 卖了这块地 我呸 呸 在我找到王文 你们最后跪在里 把这废挺开 我呸 废物 这还真大呀 老大 我们不如把这死八坡的一关中拆了 把这死八坡挖出来 错过杨晖 好好拯治他 说的对 你们两个 给我把这拆了 是 给我把这拆了 是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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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这小子打我们 啊 狗东西 竟然动老子的人 活腻歪了 是 啊 啊 啊 这老婆了什么 死了 啊 啊 那是 没错 林先生支持我 万日之内把我母亲的一关中回復人家 没问题 没没没没没问题 这七宝山公坟就是我创建的 万日之内 绝对把令尊的一关中 回復原谣 那就 林先生 令尊的一关中 莫非 就是这些人 没错 林先生放心 我定会查别 莫非之事 不要 这个人我已经成了 抢我前妻如我 玉为我面子 这一步一步 可为杀人的游戏 我不亲自陪他玩 我不对不起他 林先生请吩咐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让他们尝尝这是什么最痛苦的惩罚 我要让他们身体生死 是 我这就去办 马总饶命 林先生饶命啊 我错了 都是王文斌支持我这么干的 他才是主谋啊 没错 都是王少的意思 跟我们没关系啊 给我闭嘴 得罪了林先生 只有死路一条 受死吧 啊 不要啊 山手有何吩咐 帮我找一个人的现实 另外 妈妈准备一样东西 现在 啊 我怕了你怎么下来啊 会不会开车 林凡 你怎么在这 你这个废物 再将潮凤子下去 过来当逃婚子了 这不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 哎呀 你这个废物还挺有个知己 这觉得呢 就应该有 像你这 你这个废物还挺有个知己 队长 过来下车看看 你那个废物前夫啊 混到了这一排 丁点 一定是被赵燕燃给甩了吧 我 林凡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耽误你和这个野男人亲亲我我吧 你别误会 我们只是去见客户的 见客户 王文斌生下几个亿 不忙家里的事 每天和你去见客 拿九牛一毛的合同 你们的友谊 还真是忠贞 哇 林凡 你自己废物还怪上苏总呢 你看看自己的狗德行 你有半年比得上王上 我和苏清诚说话 有你说话 把嘴给我闭上 你个废物再说一遍 他还好想别跟这个窝囊才对话 反正一个月后啊 他就会和清诚彻底离婚 到时候呢 我会好好去清诚让你进去 恐怕你等不到那天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天日 行了别吹牛了 看在网友的消息的时候 今天的事我们不会找你吧 以后汽车 王上 修车的钱 我不陪你 哎没事不用我做保险就行 反正呢 我一个车灯的修理费用 就顶得上某人一跌的 这点东西 听到了没废物 王上让你滚 今天要不是苏总替你说起了 你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看了别说 等等 我让你们说 你他什么意思啊 他我创的 不赔钱不到钱就是这么 道歉 你他妈想讹老子啊 几天不见你可以啊 你就会碰瓷了 这废物啊就是废物 给点面子就把自己当人物 你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都已经放过了 还要几天 怎么能弄我手 你知道进退吗 你也算是有脑子的人 刚才把我创 责任是你的 你 苏总 你别跟这个废物说太多了 刚才明明就是他没踩刹车 咱们才撞着他的 怎么没有责任的 真是看来不是 现在明明不是这个 现在你故意捣乱吃我飞速 有意思吗 你是觉得你上次帮我就很为他吗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 只是你的状态 这事 得赔吧 你还真是不可理 像你这种是会玩小把戏的人 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嘿 你说的 只会玩小把戏的人 的确 哎就这样 别跟这个废物浪的时间了 退往 我今天做这清晨的面 我赔的 怎么赔偿 简单赔钱 说一千到一万 你这个废物还是为了钱 果然就是社会的底层啊 这里是一万块钱 应该够你重新买辆破电的车 不够 够 你该不会要说 你这个破电率值几万吧 哎呀 我那对 一天打工才赚几个钱 今天碰死一轨就能拿一万块钱 不关系也坚持 林凡 到此为止 你这样回家有什么后悟的这个 你这是办法的 哎 别误会 我这二手手确实有这钱 你无 但是我送到墨手 别误会 我个人 你这个废物撒谎的时候也不撒泡尿照的 你这个废物撒谎的时候也不撒泡尿照的 我说你这个下你们先生啊 谁会把十亿东西 林凡 我看呀 还是王少给你的两给太多了 社会的垃圾在这如此夸大题词 打开看看 鉴定证书 交易记录 还有收获照片 足以证明这个是真的 王少 现金还是 赞账吧 快跑 废物怎么可能贴到这么大的单子 看在狼文兵是你朋友的份上 这跑腿费我不要了 但这十个亿 他必须点 金凡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看在我的份上到此为止 我可以答应你 不再追究你 追究你 我有什么责任 你是故意的 好一个故意 我是故意 那他算什么 他三番五次的羞辱 叫人把我妈的祖坟给刨了 你说这叫什么 这不是故意的 难道就有心 你不要冤枉好人 王少不是那种 不行 你还有一个信心 全世界的人 你都相信 你就是不相信我 李凡 你想特别没事找事了 谁会去对这个 你这个鬼子 就是 李凡 你这个窝囊费 赶紧给王少道歉 王少也是你能冤枉的 我现在不想听你们两个费 一个小时 让他把十个一秒 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你这就是半个小时 你可以继续为他交情 我也可以继续缩短时间 真是太厉害了 半个小时 这个钱交不出来 你带着他 亲自给叶小姐 李凡 我会吃不到你 你 李凡 我还真是想看你 你是没有时照应人吗 现在勾得上月车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还有这种本事 我没时间和你去 现在你陪他距离一终 砸锅麦景了 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 说好 我对 林凡 你真是让我失望透顶 以前的你好歹有点尊严 现在却活得像个傀儡 叶老 什么事 圣少 果然和你猜测的一样 我孙女儿打听到 刚刚有人收买了我们叶家的手下 想要了解那个磁瓶 是不是之前就摔碎了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处置了 好 那就有劳叶老了 事成之后这十贵仪 就赔偿你们叶家 圣首客气 钱对我们叶家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和您友谊成存 才是我们叶家所希望的 你很会说话的 多谢圣首 以后 有武在 叶家 只会心无悔 这十个亿 这十个亿当真的有王家来赔 一般这个活能飞 我让他不得好死 喂 爸 你个废物 到底在外面闯上什么祸 刚才业家打电话来 让王家家出十个亿的赔偿 不然让王家家将冲出名 爸 你听我解释啊 这就是误会而已 老子告诉你 赶紧把屁股给老子擦着凝 要是擦不干凝 别回这个家了 喂 爸 爸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王少 现在你算是卖房卖车又还不起这十个亿了呀 别说 你有办法换 莫非 你起早就有一天弄死你 喂 我还什么事 你这边出了点事你一定得帮帮我 你把那个废物大巨人 我正在和赵小姐吃饭 有什么事 有着 严然不好意思啊 一个朋友打来的 我们进去吃饭吧 还有吃的必要吗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张胜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 我已经有欣赏了 我已经有欣赏了 严然 我可什么都没坤夫 咱们的坤事也做不了 是吗 你别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 天衣无缝 没有人会吃 你一个什么意思 你利用此物 来给我爷爷下赵 就是为了控制赵家 来扩大你们张家 你想娶我 也只不过是想顺我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有什么动机陷害你 你不要被人给骗了 我对你的爱 是真心实意的 好一个真心实意 吃着这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你就是这么爱我姐的 老实交代 是谁让你先爱苏青城的 是谁让他让我这么做的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问那本招 哎 问命你啊 为元已经不说跟我交代一切了 你为了得到苏青城特地给他好处 然后丢在苏青城主动陪你睡觉 要不要让他把账单 给你唱开啊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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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姐 这混蛋就是一个花痴男 明明是追求你 可是贝莉还跟其他女人鬼魂 你猜脸色都没有 他追你 不过是为了玩你吧 原来如此 张手 还有什么才要死人 你别听他 难道我要听你的吗 你先害我赢你 你别听你别听我 我看你 你这个贱人 你想跟老子对抗你配你 老子一定会让你脱光 乖乖的上老子的床 哎 站住 哎 什么时候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立马那个废物太过分了 到底怎么了 慢慢说 今天我按照咱们的计划去对付 结果他派人反击 把您的人抓去了不说 他还剩下这 能让我打破了一个价值十一的花瓶 凡这个废物到老子的女人 还是敢抢走我的人 不要让他生不死 没错 别管那个为我赶紧做的就是在找死 这个找错 你一定得帮帮我啊 我们王家被这个废物折腾的快破产了 你起来吧 看在你是在为我办事 我这次打算花十个亿收购王家 为你买金 这个 以后你知道我们王家的恩人 我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从今天起 你的一切都要听从我的安排 只要张少您愿意帮我 我一定为您付出刀 再走一次 你让我往动我绝对不会往心 好 今天我就让你去办一件事 你现在去安排一下 张少 你安排的事 我一定把你往上 只要这次计划成 林凡那废物 一定死于到身之地 我也可以得到赵燕燃 林凡 你在哪 什么 找我有事吗 你赶紧来古玩街一趟 我和你妈遇到麻烦了 我和苏清成已经离婚了 你们找他就行 你个废物 什么意思 你别忘了 你和凶尘还处在冷静期呢 你要是赶不来 老子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还不配 林凡 呦 你怎么在这 我爸妈出事了 求你帮个忙 求我 青年太阳市打西边出来了 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 我们再无关系了 好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答应你 再帮你一次 不过你可记住了 千万别反悔 绝不反悔 爸 是谁来着你的装吗 就是他们的 这家店 强买强买 我就是对传下来的价格 不太满意 不想要了 就不 看 这不让你走了 哎呦 先生 你看您说的呀 这不怕 见我 见我的话 您要是有少赖呢 你可去 别想 您是在我这儿呢 不行呀 哼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想要就要 不想要就不要 你这幅破话 我最多给你十万 哟 您以为这是捡破烂呢 您仔细看一下 我这幅画卖给你五十万 您都是捡了大便宜呢 五十万买幅画 还捡便宜了 你这幅画是相亲边的呀 再说了 谁知道你这破话 是真的假的 这幅画是真的 而且五十万这个价格 确实 非读 你懂个屁 再胡说一句 老娘冲死你 你个胳膊这往外拐的 对我 你给老子滚 这幅画是张大千先生 早期的作品 虽有林摩明代大师 唐伯虎的遗迹 但是比后期林摩的作品 都要有效 这幅画 有自己真正的林摩明代 五十万这个价格 确实 对对对 这个小伙子 是的是 而且这个价格 您的全江城 我都找不着 老第二家呀 不说话没人办 当年了 我是这样来帮忙 不是要是 这个搞的东西 还帮着一个外人解释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抄你呀 你胡不上强的东西 你给老子毁一遍去 这不怕我不要 二号 好想你再等等 你这笨的东西 哪来的钱呀 是不是清诚给你的离婚赔偿 这钱是我女儿的钱 你不知道 你要敢动 你要敢动 我立马把我给我赚 苏清诚身上什么时候用五十万了 哎 该不会是朋友公司的公款 你 这钱 是赵燕燃这个 我就说你这钱从哪来的 原来是吃晚饭得的 啊 你要买这幅画 跟苏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老子可丢不起这人 放心吧 绝对和你没有一样的关系 果然是个废物 吃软饭吃出这么点钱 哼 你俩这么会 彻头彻尾的废物 小心点 小心点 这幅画归你的 小心点 我还是没眼见窝囊废 以后你要是滚出苏家 千万别跟人说跟我们认识 免得给我们苏家丢脸 可这个最有离婚 都会做最正确的件事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画五十万 每这幅画很不值 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 这幅画真正的价值 哼 还以为你这废物发现了什么宝藏 破字 还不如你撕这幅画之前呢 小兄弟 这次你可探走眼了 你想在我店剪便宜呀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店长 能否借用一套工具呀 你是觉得这里面啊 大有钱 你会记住 这难道就是颜真心的机制文稿 这难道就是颜真心的机制文稿 不 原来张大千先生是怕去让他国宝丢失 所以才把他给藏起来了 国宝 那不是很值钱吗 我真是言真卿的真迹 那就和谭廷序的价格一模一样 其实超过十亿呀 十亿 小伙子 能否让我再清续灵观摩一下 一遍 小老 我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见到这样的国宝 重现于世啊 快 给我包起来 这个东西是我们 你个国难费 你知道这画的价值吗 这画放在你手里 就是暴殿天物啊 赶紧给老娘滚开 这画是我们发现的 那就归我们 对对 给我包起来 马上把画还给我 你们还不配得到这幅画 而且我已经放进了 这幅画 这幅画算什么 老子把这五十万给你 你把画给老子拿过来 你说什么话 他现在跟清城没有一会 他的就是我们的 对对 所以把画赶快给我们 想不到你们脸皮 就算我和苏星成没脸 这东西也 废 你什么意思 这幅画藏在这个画圈里面 需要第一事先找专家 我要求你过 这记者文导 是我逃来的 你凭什么捐了 你想递通国宝 信不信老娘现在就报案抓你 让他们过来 让他们看看你们是怎么抢死国宝 这种国宝足够关于 七十亿 蛤外东西 没想到你这个见钱也黑的人 怪不得清城踢了你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想独吞没门 这五个月那我要定了 我把你总结束我 不许你 我要是吗 我来 我来 你 你 我再去 你 我来 全歌 我去 她 我不懂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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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館嗎 對 我要去 那個窩囊廢怎麼又回來了 繼續溫稿帶回來了吧 我女兒已經把你東西收拾好了 今天呢你要是留下字畫 兴許可能我們還給你一次機會 如果不留 就給老娘我淨身出戶 字畫我已經捐了 我就是回來收拾東西 林凡你能不能換個藉口 每次都用這樣的理由搪塞別人有意思嗎 到現在還不行 給過你那麼多次機會 可你只會讓我一次次的失望 離婚 我們馬上離婚 沒有問題我答應你 好 從今天開始 以後我們新家再無半毛錢關係 好 只是你別後悔 廢物東西 煩了你了 趕走你的是蘇家 竟然敢對我們青城頂嘴 行了 他就是服上台面的廢 何必跟他爭氣 沒錯 這是他應有的代價 從今天開始 他和蘇家再無關係 後悔的人 只會是他 可笑 為可笑 之體 這是博物館專程送來的捐贈證書 林先生已經把寄许網稿捐贈給了博物館 他怕你們無無其同好心勸你們 那你媽請呼人聽他的話 真的捐了 姐 林凡他居然真的那麼偉大 居然把十個億的寶貝給捐了 真是爛泥服務上牆 他一定以為我會跟他分錢 故意報復 我能廢 我們蘇家養活他三年 供他吃 供他喝 沒想到 是個白眼狼 大膽 林先生也是你們這幫垃圾派主罵的 給我張嘴 你就是林先生的前妻蘇青成罷 這三年來 林先生 走遍了江城的所有人們 渡過所有人 使得蘇氏集團步步高升 同時也爭取到了與趙家合作 可是在這宮城名舊之際 趕走了他 你說什麼 是林凡幫我爭取到與趙家合作 這怎麼可能 沒錯 就是王文斌王上幫的忙 那個廢物 怎麼可能幫得上忙呢 大膽 王文斌這個垃圾 怎麼能以江城勝手相繼並畏 林先生的地位 江城四大家族 屈罪於他 聽他的號類 王文斌算什麼東西 你是說 林凡是江城勝手 這怎麼可能 江城勝手 神龍見守不見美 高深莫測 怎麼可能在我們蘇家 林凡反他 難道說的都是真的 一群無知之徒 林先生念起與蘇青城的感情 一直在背後默默地幫助蘇家 你們卻屢屢地讓他失望 如果不是林先生的幫忙 你們這個破公司 就倒閉一萬次 不可能 一定是在騙我們 這都是我女兒的功勞 和那個廢物有什麼關係 那我就證明給你們看 孫助理 怎麼了 蘇總大師傅好了 剛才鼎盛集團 文豪集團 趙氏集團等公司 紛紛打來電話 要跟我們解除合作 現在蘇氏集團面臨著 將近十億的違約件 你說什麼 蘇總 你趕緊想想辦法吧 如果半天之內還不上 蘇家就要破產了 啊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那個廢物 居然真的是交成勝手 無知一味 好自為之吧 萬一見林先生 你來吧 我交代給你的事情 辦得怎麼樣 關勝手 王文斌已經賠掉了十個億 是趙燕然的未婚夫 張明遠 守個王家 崩塌肚子 趙燕然的未婚夫 是的 這個張明遠這次 就是奔著趙燕然來 不過 不過什麼 張明遠這次來到江城 並沒有直接去找趙燕然 而是暗地裡 在密謀一個打擊 什麼姓 張明遠想收兵趙燕 成為江城首富 他為了實現這個目的 想幫社會 想要 重點 之前 王文斌派人搞我母親衣冠 真兇 就是他 是的 勝手 妙性如山 別陪毛屁 既然他想來 那就讓他來 我倒要看看他的 怎麼了 林凡 趕緊回來我姐和我爸媽出事了 出事了 我和你姐離婚了 你們家和我沒關系 不是 是王文斌抓走了他們 林凡 我求求你 你就看在我姐和你結婚三年的份上 救救他們吧 王文斌幹什麼 他們在哪 我不知道 剛才王文斌把他們騙走之後就失蹤了 行 一老再幫我換錢 請收手放心 我知道您在想什麼 我現在就幫您查 查到了 蘇青生他們 被王文斌帶到了北郊的一個廢棄工廠裡 立刻召集手下和我去救人 是是 誰 你就是林凡吧 你的兩個女人現在都在我手上 我命你十分鐘之內趕到這裡 只允許你一個人來 救命 救命 警察 啊 先生 要是來不了 你就只能收到他們的尸體了 聖手 是否需要我慢 不必了 林凡 你這個費物終於過來了 我還以為你再拋下他們兩個小美人呢 王文斌 你果然在這 你想死是嗎 就憑你啊 你要是不想讓他們兩個死 就趕緊滾過來跪下 給我乖乖的道歉 林凡 對不起 我之前不該不相信你 孫如跟王文斌是一夥的 是我殺了他們的道 你快走 你別管我 你們放心 我不會拋下你們 就憑你也想做他們兩個 趕緊滾過來跪下乖乖的磕頭道歉 好好 聽你的 沒想到你還真信了我的話呀 你以為我真會放了他們兩個嗎 他只是騙給你罷了 找死 我找死 你現在中了張手的重 老子今天就擋著你的面 把松青城給剩了 我看你他媽的氣你難不難受 你趕 我問你一個混蛋 你怎麼閉嘴 這個混蛋 你不可能 你明明中了征服的招 許許你 許許 我收 你以為你的經濟 是你的今日 小平弟 你也想殺老子 想殺我 沒那麼容易 老子 老子 老子果然低估了 你居然還有兩下子 這是你的真塊 你都快 你快走 你把我 他就是個瘋子 你動不過他的 哈哈哈哈 畜生 有種 你過來呀 放他 哈哈哈哈哈 你很氣呀 有種你過來救他呀 啊 老子 你還敢實戰 老子殺了你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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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多謝你沒關係 對不起 我們還能回去 不必 米凡給你等等 還有事 我喜歡你 我還有經理